卫食管反流病患者在全球人口当中的占比有5%到17% 在我国的发病率正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一般只能够通过长期服药或者是开服手术治疗环节 昨天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国内首例内禁下胃折叠术 用微创手术来根治这一晚集 上午9点半医生开始实施手术 据介绍卫食管反流是因为胃部与食管间的阀门松弛 导致胃酸反流 患者孙先生患病已7年 平时靠服用抗酸药来缓解症状 这次手术就是通过内窥镜重新做一道三厘米的阀门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手术这个内禁的这个技术 让这个胃和食道重新贴合上去 形成一个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个真正的一个黑石角 就像一个伙伴一样的就能防止这个胃食管反流 从食道插入的内窥镜有小型摄像机 超声波探测中置等 医生通过电脑精确定位进行操作 半小时后将内窥镜顶端第一组五枚钛钉发射出去 将食管下端与胃底定在了一起 手术持续了约一小时 成功安放了三组钛钉 将患者的胃底分三处折叠起来 阀门就此建成 微创手术解决了以往手术时间 与康复周期较长的问题 不仅没有手术切口 效果良好 而且患者两天后就可以出院了 能够在一个月到三个月之内 就能达到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 手术的这个定价 或者这个本身这个设备的话 在五万左右 以前呢 以前我们起码做书外科的手术 起码在七万到十万以上 大部分都能达到 所应有的一些效果 就是我们临常说的一些自愈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